如果来到五台山只选择看一处古剑 那一定是去看被梁思成先生誉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 它的斗拱雄大出言深远 损卯结构不用一颗铁钉就撑起了四米长的超级屋檐 殿内唐素菩萨数十尊 两底留有唐代墨迹 拱眼会有唐松壁画 它具四样唐代艺术于一体 历史价值极高 其实最初佛光寺被发现的地方并不是在五台 而是在敦煌的壁画中 那是墨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记画 名为五台山图 这刊中是一幅形象的全息地理图 描绘了五台山及其周围八百里的山川景色 城池防雨 当年梁思成就是在这幅图中 发现了他从未见过的大佛光寺 那一天梁林二人辗转赶到五台窦村 齐罗路山寻找 接下来的发现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当他们推开那扇尘封千年的古庙大门 落日的光芒扑进大殿 即便荡起厚厚一层尘埃 也无法掩盖眼前的辉煌景象 杨思成拍照 林徽英超悲 那一刻他们不仅找到了寺院和宝塔 还找到了大梁上的铁建 终于证实了佛光寺东大殿 是唐代大中十一年重建 这是一座保存完好 原汁原味的唐代木构建筑 如今它的大唐气象依然宏伟庄严 抬头仰望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 佛光寺